近日受寒流影响,欧洲多国遭遇到了暴风雪天气。 希腊消防部门6号表示,寒流带来的恶劣天气在希腊已经造成三人死亡。 此外,德国南部以及奥地利瑞士部分地区也因强降雪天气,道路交通陷入瘫痪。 近日,北极寒流自北向南席卷了希腊大部分地区,造成大面积的降雪和降温天气。 希腊有51%的国土被白雪覆盖,多地降温超10摄氏度。 希腊消防部门表示,6号,消防人员在雅典东南30公里的一条河内发现两名遇难者遗体,此前一天已发现一名女性遇难者。 这三人于3号驾车外出,在当地遭遇强降雪,汽车失控,翻入河中引发事故。 此外,大风和雨雪天气还造成部分地区道路封闭,大面积航班延误及轮渡停运。 希腊气象部门预测,雅典及希腊南部地区7号晚或迎来降雪。 6号,奥地利继续遭遇强降雪天气,受恶劣天气影响,奥地利北部大约1.4万户家庭断电,另有多个地区道路中断。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恶劣天气引发了多起交通事故,造成多人受伤,大雪还导致一些高速路段出现拥堵。 奥地利气象部门6号发布警告称,阿尔卑斯山北侧有雪崩的危险,北部佐尔斯地区的公路已被关闭,目前还不能确定重新开放的时间。 德国东南部的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福腾堡州近日也遭遇大雪天气,慕尼黑机场部分航线延误或取消。 据德国警方的消息,一名20岁的滑雪者5号在奥地利边境附近的泰森山雪崩中遇难。 气象部门预计,德国部分地区7号将迎来40厘米的降雪,奥地利和瑞士部分地区的强降雪天气还将持续。